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头条历史,我是头条主播欧阳小妹 今天呢我来跟大家讲一讲一千多年前的恒俄罗斯之战 在距今一千多年前啊,当时的欧亚大陆上有着三个超级大国 他们分别是从罗马帝国分裂出来的拜占庭帝国 正迅速兴起的阿拉伯帝国和我们中华大地上势力战胜的大唐帝国 今天呢我们就要说一说这其中两大帝国 唐朝和阿拉伯帝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史称恒罗斯之战 有趣的是,这场战役虽然在史料里记载了轻描淡写 但却被后然称作是一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战役 关于这场战役双方胜负,得失网友们也是讨论的十分激烈,非常有趣啊 首先呢我们先来铺垫一下这场战役的起因和背景 需要注意的是,这虽然是唐朝和阿拉伯帝国的一次大规模的冲突 但在此之前双方也并不是没有过节 唐朝曾多次直接出兵与阿拉伯帝国或是旌旗扶持的政权发生过冲突 这场恒罗斯之战发生在751年 此时的唐朝是唐玄宗在位,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 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实力在整个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当时啊,唐朝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高先知能真善善 动不动就灭了西域一众小国 750年啊,有一个被灭了小国的王子呢,侥幸逃脱了 于是他跑到黑衣大使那里求救 还一路散播高先知等人背信弃义的传言 阿拉伯帝国呢,还真答应了 当然传言并不假 但毕竟使得唐朝的名誉受损 于是高先知获得消息后决定先发制人 于751年4月 组织安西都护府2万本部兵马 外加盟军1万人 从安西出发长途跋涉 历时3个月 深入700余里 到达了阿拉伯人控制下的恒罗斯城 并在恒罗斯河两岸与早有准备的阿拉伯军队 展开了持续5天的大战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交战过程了 由于历史记载的并不十分详尽 所以只能简单的说一说 战斗进行的十分精彩 如果能拍成电影 效果应该会挺不错的 第一天 双方均以轻奇袭扰或远程射击 互相试探对方的实力 在交战过程中 唐军因为有较好的甲咒保护 伤亡远低于阿拉伯军队 此时甲咒的优势在双方首次遭遇中 体现的淋漓尽致 据通典中所零星记载 大唐卫功里进兵法 唐军在作战时 弓弩手在前 步兵在后 两侧为骑兵部队 交战时 敌军抵近150步时 弩手首先放箭 抵近60步时 弓箭弩箭齐发 当敌人临近近20步时 弓弩手退回整地 换上近战武器 与冲锋队一起杀入 此时两侧的骑兵部队 暂时按兵不动 若步兵受挫 则骑兵出击 与留守前线的 亲步兵一同作战 重步兵退却 整顿后缓行增援 战斗进行的前四天 在高先制的指挥下 唐军骁勇善战 靠着步兵的强攻进弩 唐军完全压制了 阿拉伯军队的进攻 双方并未分出胜负 但是在第五天 由于一支盟军部队 葛罗禄突然叛变 从背后和侧翼突袭唐军 切断了步兵和骑兵的联系 唐军开始出现混乱 正是葛罗禄的突然叛变 成为了此一胜负的分水岭 阿拉伯军队抓住机会 排出骑兵突袭 唐军遭遇包围 九战不能扭转局面 而后黑衣大使出动全部兵力 一举击溃唐军 最终当高先知和李四义 收拾残部退回西安时 两万本步兵马 只剩数千人 那精彩的战斗部分 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是关于这场战役 最有争议的部分 也就是此战对唐朝的影响 对此使学界 普遍存在两种对立看法 第一种 经过这场战役 唐朝不但对中亚的控制 里变得一蹶不振 而且还直接导致了 后来的安史之乱的发生 恒罗斯之战的势力 对唐朝的影响巨大 第二种 此时唐朝处于鼎盛时期 恢复力极强 不但迅速于 大使在中亚地区的势力 恢复均衡 还有陆续发动了几次战争 恒罗斯之战对唐朝的影响并不大 关于此一唐军人数损失的数字 中西方史料记载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一说是两万人左右 另一说是死伤有七八万 俘虏数万 因此这些数字并不十分具有参考性 然而啊 鉴于安禄山在第二年 就发动数十万军队出国打仗 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唐朝两次发动大规模的远征 并取得大胜 有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 恒罗斯之战并未伤及唐朝筋骨 在此之后 西域各国 该向唐朝进攻的还得进攻 且阿拉伯帝国也于战后 主动前使与唐朝修好 前后派前使臣来访 达十数次 更重要的是啊 这场战役的始作俑者 高先之本人 也没有受战败失利而受到重罚 仍然担任重任 由此可以看出 恒罗斯之战的打败 在唐朝眼里 其实无伤大雅 更重要的是啊 这次作战属于 在别国家门口打仗 输了大不了我就逃跑 两年之后又是数万精锐 卷土重来 输十几次都不伤筋动骨 反正战火在你家门口 但只要让我能赢你一次 就让你完蛋 这也是为什么 唐朝在历史上啊 对外战争中的战败率非常高 对此更有学者调侃唐朝的军队说 由于唐朝时期 马匹的工艺十分充足 步兵都是骑马奔行 到达战场后下马作战 因此即使战败 逃跑也十分迅速 有利于保存有生力量 不过有一点得到公认的 那就是这场战役的失败 除了让阿拉伯军队学到了不少 唐朝军队较为先进的作战技巧 还使得阿拉伯国家 服务了很多唐朝随军的工匠 这让许多中国的技术传到了西方 其中就包括造纸术 这对中亚欧洲地区的文化实业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学者将这场战役 成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战役 至于炼单数什么的 我们就不提了 最后需要提一下的是 在恒罗斯之战中突然叛变的 葛罗路是导致唐朝军队 溃败的关键因素 但是在此后的数十年中 正是逐渐强盛的葛罗路人 与地处青藏高原土藩人 形成军事联盟 抗击过阿拉伯帝国的东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为中华文明的延续 做出了些许贡献 而且葛罗路人的倒戈 和高先制本人的所作所为 其实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正是由于高先制的出尔反尔 血洗了他人小国 使得中亚其他国家胆寒不已 生怕自己成为唐朝 下一个剿灭的目标 所以说高先制能有恒罗斯之战 我们站在上帝视角看 也算是他自作自受 只是可惜了那些 战死沙场的唐军将士们 好了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说到这里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 不妨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互动 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头条历史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